國中籃球聯賽決賽下週點燃戰火 台北市永籍國中正在積極備戰中 有別於其他球隊 永籍沒有體育班 而是把所有球員分散到各個普通班就讀 因此種植不重量 是練球的最高指導原則 只能在有效的時間內做有效的事情 訓練的時間是從下午點半開始 那也因為時間很短 我們八點學校長出就有外租了 所以我們只能種植 那所以如果說平常訓練把氣氛壓縮得很緊的話 其實孩子是疲勞的 那所以我常常跟他們要求說 我們訓練時間很短 我們把值提升 99學年度 永籍靠著現在就讀松山高中的曾顯智 潘家順 琼伯璋等球員 在國中籃球聯賽拿下亞軍和北市教育杯冠軍 不過隔年 因為郭華林教練不確認是否留任永籍教練 而不敢貿然對外招生 只從學校內部挑選隊員 導致成績不如前兩年亮眼 而這批球員經過教育和磨合 已經漸漸打出隊形 去年摘下教育杯冠軍 隊長潘信源和主打三四號的張鶴 是球隊的主力進攻箭頭 最後一年啦 然後全力打 就 錄標就三連勝 然後我們要進四場 我在球隊擔任那個射手的角色 然後就 有空檔 就出手了 然後如果沒有空檔就倒球 倒到中間讓中鋒硬吃完下 永吉進攻體系以小球為主 但打法相當多變 因此對手防守常不知道該盯誰 但郭教練認為 其實永吉南籃最大的優勢 是一股球員之間的凝聚力 和互相鼓勵的氛圍 而這一股無形的力量 或許能讓永吉在這一屆國中籃球聯賽 有意想不到的表現 國內體育新聞黃瑞紅蔡前景採訪報導